5月8号呢 也就是明天 就是邓丽君小姐试试满15周年了 那今天呢 就有邓丽君的这个音乐研讨会 在里面呢 比较受到瞩目的是 邓丽君小姐的一些主持桥段有播出来哦 她主持的时候呢 跟她唱歌的感觉很不一样 她唱歌就是很优雅 很好听的感觉 但她主持很犀利耶 就是有俏皮啊 而且呢 还有装生气的桥段 我们一起去回味一下 晚约的邓丽君其实也有俏皮这一面 这不是你的名字啊 那你太太呢 那你跟我家里心情感怎么样 语气变延力 放大镜头看侧脸 更看得出来这位亚洲巨星 故意装生气的表情 今夜配合还跟一旁的主持人唱喧皇 这是邓丽君基金会在研讨会现场播放的影片 可以看到年轻时候的邓丽君活泼俏皮的舞台风格 歌声温柔 但主持却很犀利 唱的歌也和传统的小邓琴歌很不同 又唱又跳 但家人甜蜜的笑容只能留待影中追忆 15年后这些珍贵画面曝光 仍旧叫歌迷回味无穷 这位新闻 陈属强吴越 台北报导